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這本書最重要的重點應該是 這個記者他去中國做了實地的調查之後 他綜合一切的結果 那他認為在中國 確實有活在法輪功器官這件事情 那台灣都比較聚焦在 柯文哲市長或柯文哲醫師他到底知不知情 不過這只是在所有全盤的證據當中 其中的一個小部分 那這中間當然一定是 會有選舉因素影響 因為你又看到說為什麼 這麼大的一件事情 去聚焦在這麼小的一部分 一定是因為 在台灣我們只因為 用選舉的眼光去看他 但是以我的角度而言 我更關心的是 台灣人到底有沒有意願去了解 關於在中國境內 還在發生的這些所謂的 違反捐贈者意願的器官移植的 這件事情 這個大局 我覺得得利的會是柯文哲 因為在一次選舉裡面 然後最大火力的議題 竟然是一個老議題 這件事情本來就很不可思議 那至於說民調有20%的人相信說 柯文哲有涉入器官移植的買賣 這個很正常 有一部分的人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這一次新加入的 就是深綠獨派很討厭柯文哲的這群人 那有一些可能是2014年 那藍營的支持者就已經都覺得說 他一定有涉入這件事情 所以大概會有20%的選民會 相信他有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總體來說 最後營造的形象還是 柯文哲柯市長 他是屬於比較被迫害者的這個局面 然後會覺得說你這就是一個抹黑 現在這事情出現之後 柯文哲市長應該要勇於面對 因為現在是三足鼎立的狀況底下 那到底誰得利也不曉得 那顯然看起來柯文哲市長 目前是否認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他倒不如就直接提告就好啦 那我覺得讓司法調查也是這種方式 而不是一味的只是推脫拉 很多次的事件都是這樣 就是說那些深綠的獨派 不斷的要去攻擊柯文哲 但是被犧牲到的都是姚文哲 但他自己好像也不太清楚 所以我認為說丁委員他這一次 他去談論這樣子的議題 站在一個比較理性客觀的角度 其實對他來說我想是加分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民眾他比較反感的事情是 藍綠二斗 葛特曼這個人 他其實並不是我們國內的政治勢力可以去影響的人物 因為說真的他連中共都不怕 他都敢跑到中國去調查這種中共不想讓人調查的事情 你說台灣有哪一股不管是獨派 還是什麼派要去影響他我覺得很難 所以回歸到這邊還是在選民的選擇 而且我覺得難以避免 這中間會有一些語言的鴻溝 就是因為可特曼他講的東西是外文 那外文的東西在轉譯成這個華語的時候 中間就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解釋的空間 那這個不同解釋的空間在選戰下面 一定會被兩邊拿去做不同的詮釋 所以到底會怎麼影響 我覺得就是這個子彈還在飛啊 那打到誰身上呢 其實現在看不出來